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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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刘和刚的太太 湛阳 世界小姐 中国赛区的亚军 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的音乐老师 是这样吧 是的 我没说错吧 朱老师您说的完全正确 请你们俩来呢 你不能就站这聊就完了 你首先要给大家唱歌 你们这次入选的作品叫什么 中华好家风 中华好家风 是吧 好的来 掌声送给他们 中华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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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连国风 国风行家风 八门连宫剑阳 是否还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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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对我说 我也对你说 我风不清明 哪有万米了 我也对你说 你也对我说 家风复兴照 国太红云多 爱国如爱家 爱家如爱国 二人将尽其身 我将争相和 家风连国风 国风行家风 愿意离之心 千年传美德 千年传美德 爱国如爱家 爱家如爱国 大人将尽其身 我将争相和 家风连国风 国风行家风 他愿意离之心 千年传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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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是第一次唱吧 没有 之前唱过我们两个的 属于我们两个的歌 结婚的时候 他为我写的一首歌 就是正式唱这种 这种作品 是第一首吧 第一首 对 张言唱得不错 我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唱得比你好 谢谢祝老师 真的 唱得老好了 我现在老失败了 自从跟他站在一起之后 每次唱歌的时候 大家都说他比我唱得好 我现在都怀疑我自己 你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关键是你们俩要站在台上唱的话 我要是一名观众的话 我根本就不看你 我只看湛阳 太惨了 玩笑啊 其实湛阳我知道 也是天津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的 虽然后来没有去从事专业的歌唱工作 但他毕竟是经过四年严格的专业训练 专业学习过来的 你跟这个何刚 作为妻子啊 跟何刚一起合唱这样一首歌 而且这首歌呢 确实还是很有分量的一首歌 你有压力没有 有压力 这首歌当时我是 我是觉得自己完成不了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唱的一些歌曲 都是以艺术歌曲啊 还有地方民歌为主 很少唱这种风格的歌曲 后来何刚说没关系 你就像说话一样那样完成就可以了 然后说那好 那试一试吧 结果一说还被何刚说的好 咋办呢 他压力比我大多了 但确实你们两人这首歌合作的 还真是非常的 到底是夫妻啊 首先很默契 那通过这首歌 你们想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我个人来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对父母的爱 我们需要去孝顺 去孝敬 对于我们俩之间呢 需要相濡以沫 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讲 因为我俩也有孩子了 对于孩子来讲呢 可能家风就特别的重要了 就不简单是我要给爸爸妈妈 买点吃的 买点穿的 现在就是我跟湛阳我们俩怎么做 我们俩怎么努力的去工作 去在家里边的这种和谐 这种氛围 对孩子来讲影响特别大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有一句话叫言传身教 其实有了儿子之后呢 我觉得 这言传不如深教 那是肯定的 对 我想这个跟家风有关系 而且在这个 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就特别想找一首歌 我们俩去唱 你们俩能唱 我们俩能唱的 因为他为家里付出的特别多 说实话 我不想讲那空话大话 我想讲一下他 对家的付出 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家风 就对我儿子的影响 他在家里边真的是除了 我除了在外面唱歌 回到家里以后 因为会很辛苦 也会很累 会有一些工作 到了家里边 我大部分是在休息 是在养我的嗓子 少说话 少做事情 我们俩差十岁 结婚以后 孩子的事情 父母的事情 然后这个 我岳母的事情 全都他一个人来这个 在张罗 在张罗 所以对我的事业 帮助特别大 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 孩子现在 我可以这么讲 就我觉着我儿子 是非常懂事的一个孩子 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他脾气特别好 我脾气不好 有的时候 在我教育我儿子方面 我就跟他说 你就扮演红脸 我就是黑脸了 没办法了 本身脾气就不好 好 有的时候 因为男孩子 他特别逃 我有的时候一生气 我就照聘我来两巴掌 打两巴掌之后呢 我儿子会哭 但他不闹 他竟然会看着我 眼含热泪 就劈了啪了 掉了泪 他说爸爸你别生气了 我会心疼的 我会难过的 就是这样的话 说出来之后 因为他刚三岁多一点 儿子没疼 他疼了 你知道 这是我的心里边 结果就是他哭的 比儿子还心 哭得比儿子还厉害 我难过的 比他还难过 因为他实在太懂事了 这个懂事呢 我实求是 朱老师 源于赞扬 源于 他在孩子身边 每天 因为他跟孩子 接触特别多 所以说 就是这种 言传不出身教 我就说体会 加封 加封 就是加封的这个 重要性 对孩子的影响 加封呢 对于这个 赞扬和我来讲 就我们俩 是我们俩的理解的角度 就是对一个家庭来说 他的重要性 真的是 中华好家风 真的是 如果每一个家庭的夫妻之间 真的能相敬如宾 带给孩子的 完全都是正能量 都是积极 当一个家庭当中 夫妻经常在一块争吵 经常会因为一件事情 发脾气 两人吵吵闹闹 带给孩子的 都是消极的东西 负能量的 对 所以这个 虽然我脾气不好 但是我尽量克制 但是他呢 真是特别好 不是当着节目的面说 我实话是说 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很感谢他 所以说 唱中华好家风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作者呢 还有过这种动议 就说 何刚 你唱肯定没问题 我是瞄着 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你媳妇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媳妇 但是你媳妇 能不能把这首歌完成了 我们打问号 也是确实抱着 确实打问号了 但是呢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相信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说的话 你相信我 对我爱人的信任 结果呢 当那天录完之后 现场我实在的 我刚才说的是真话 就是朱老师说那句 我觉得说 朱老师刚才说的 说我就赞扬比你 唱得好 其实现场录完了之后 包括词作者 曲作者 包括现场的那些老师 都说 哎 说你爱人唱的真不错 他说 我觉得有些方面比你唱得还好 我当时就想 我为什么让他跟我一起唱呢 这不是好家风 这一定不是好家风 这是玩笑了 我们都能听到 我听说你们现在到过年过节的时候 你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给父母磕头 是的 然后真的磕个头 真磕头 算是给父母拜年了 我觉得这个磕头呢 主要是 那你先说 这个磕头其实刚开始 我会有一点不太适应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就很小很小的时候 给爷爷奶奶磕过头 但是稍微大一点 爷爷奶奶就不让磕了 然后我跟他结婚以后 他他们家里一直都有这个传统 一直都有 然后他跟我说完之后 我觉得也是父母嘛 我一年了 然后养育我们不容易 然后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一下 我给我妈妈磕的时候 我就有点 说不上来是什么 反正就是特别的 特别感慨 我妈也哭了 然后我突然觉得 这项礼仪是很有必要 一直传承下去的 对 各种理解可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家庭的情况来看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 我一年给她磕一个头 不是过年 是我的生日 感谢母亲在那一天 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 因为赞扬的妈妈 这是这样 在赞扬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她爸爸就去世了 因为是她妈妈一个人 带着她姐姐跟她 一起生活 一直到她姐姐考上大学 一直到她考上大学 她妈妈付出的特别多 其实刚才何刚说了很多 就是她觉得我付出多的地方 其实在就是对老人方面 我很多方面 我都是 就是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提示也好 还是让我触动我的地方也好 就是比如说回家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候上班累了什么的 我就很 你就有时候就跟妈妈打个招呼 然后就就回自己的屋 就做自己事了 但是她不管有多累 因为我妈妈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她不管有多累 反正回到家里有多晚 只要我妈妈没睡觉 她都要到我妈妈屋里 跟我妈妈打个招呼 然后笑脸相迎的 妈我回来了 其实这些小的细节 让我都特别感动 我觉得 这个我有体会 因为我岳母也在我这 他们是很敏感的 不不 我岳母夸我就一句话 说是你女婿好不少 好 怎么个好法 进屋不叫妈不说话 其实她们很敏感 真的她挺在意的 尤其是对女婿的 你怎么着还得是妈 然后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都是我妈妈跟我 然后一起带 然后我老公几乎隔一段时间 就要干嘛 妈妈你辛苦了 我知道带孩子很累 然后就说这样话 其实我觉得她跟我说这些话 我觉得是我的孩子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她能这样跟我妈说 我妈真的很感动 非常感动 接下来她关键后面 还有一句话 说妈你辛苦了 心里话是 我打算再生一个来生 您还得再辛苦 没有 只要一进门太晚的时候 回家 妈你辛苦了 给我主宝发给面子 对 一说这个后面 马上 这都多好 所以我觉得 真的好家风 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 特别特别重要 有一个好的家风 它一定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 有了这样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 这个家庭 才会让我们感到温暖 感到幸福 感到快乐 是吧 所以说让我们一起 真的要力挺 我中华好家风 好 说了这么多了 是不是要坐下呀 坐一会吧 你各自拿着题板来 一个同题的一个问答 你们认为 就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会写的太难看了 再重新写一次 来我看 都写什么呀 用心真实 接地气 有思想 差不多啊 我就是唱这种类型的歌曲 很少嘛 当时在唱的时候 进棚里录音的时候 他在反复的给我说 不行 我觉得你这个状态不对 然后也跟我做了示范 我说那怎么样是对的 他说你就用最真实的 像说话一样的去唱 然后我就 好像给了我 稍微开了一点窍 然后所以我写的是真实 就像说话一样 用心真实 你呢 接地气有思想 因为一首歌 如果只是特别高大上的话 可能就会 就脱离生活 如果是过于生活了呢 他又不能把一个作品 作为艺术来升华 这也是你选择歌曲的 一个标准吧 每次看的时候 我是首先 先看接不接地气 就是这首歌 是不是写给大家听的 就是这首歌你一看 它就是假大空 然后呢 每一句话你听完了之后 好像都似曾相识 而且呢 每一句话唱出来之后 可能就是我唱的时候 都会很别扭 你们听 我估计也听不进去了 你们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一家人能够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的 要往后呢 比如说 你们两个人到今婚的时候 设想一下 给那个时候的自己 给那个时候的家 说一句话 会说什么 张杨先来 很高兴这辈子能认识你 能遇到你 太感动了 你呢 很高兴也认识了你 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 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请了几对夫妻 然后给他们化妆 画了就是很老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看到过 然后观察这些夫妻 在画完妆之后 看到对方的那个状态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 然后我在想他 我就想在设想 如果对方是他 你老了以后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就是 马上就是 能够想象得到 你呢 希望那个时候 我们能平平安安的生活 都挺实在的 我觉得挺好的 珍惜每一天 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天 多给大家演唱 像中华好家风 这样的优秀的作品 能够更多的点燃我们内心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这种呼唤 这种热爱 我就是这个家风 有多么的重要 开场的时候 我就说过一句话 就言传不如身教 我就说这句话 有的时候我跟我爱人 跟赞严我俩交流 我就说 我说 我小的时候 就是我妈妈 对我的影响特别 大 还有我的父亲 就是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那种 善于言谈的人 但是他们每件事都去做 而且他要领着你去做 比如说我们要去 做一个特别苦 特别累 特别脏的活 我爸可能不让我干 他怕我受伤 也怕我弄脏了 但他让我在旁边站着 他去做 你在看 我在看着 看着老爷子 翻来覆去 爬进去 钻出来 然后去上地窖里掏土豆 掏白菜 进去的时候 衣服干干净净的 出来的时候 也是你 一次两次再出来的时候 大冬天满脸大汗 这就是父亲 那我现在呢 可能也是 就是我除了陪着我儿子 玩 搭积木 干什么 那我也会 我会每个周六 我跟我爱人 我就说 周六这天固定的 去爷爷奶奶家 每天 你到周五晚上 我就会说 我说儿子 周六咱们干嘛去 爷爷奶奶家 对 他成了一种习惯 他成了一个习惯 我要带着 我平时要是 我自己去我妈那 我呢 可能会 有儿子特别累的时候 我就帮躺我妈身上 撒个娇 我说妈 快给我 给我掏掏耳朵 小的时候 都是我妈妈给我掏耳朵 现在眼睛看不清了 她给我掏耳朵 现在呢 有的时候 现在呢 我就躺在我妈身上 我妈妈掏掏耳朵 我妈说不行了 掏不看不见了 我说你就随便拿手 扣扣就行 我就找找这种感觉 这是我自己去 但是我要带着我儿子去 那我可能就 那给我儿子做做表 这个在面前装一装 做做表帅 这很正式的 有的时候 妈你在这坐着 我给你倒杯水 今天年夜饭都还做了 妈今天我来做饭 我妈说你做什么饭 你回去休息 我说这 刘一扬在这呢 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 会刻意的去做一些 没错 就是要给孩子 要给孩子一个榜样 就是你的这种 我觉得 就真的是言传不如身教 你会让孩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潜移默化的 成为一个 我们理想当中的 那样一个懂事的 知理的 打理的这样一个人 因为 周老师 因为这个孩子的事 说实话 多说一句话 就是教育 关于教育孩子 其实我是不懂的 谁懂 真是不懂 但是呢 我是希望我儿子呢 无论将来 是做什么 我觉得并不重要 最重要 我就跟我爱人说 我说 儿子最少 站那一定像个男人 我说就这一点 必须要做到 我说 我也想办法 让他做到 会的 会的 因为你就不是那样的 对吧 所以加封的重要啊 所以这首歌呢 真的特别及时 也要感谢这个 第三批啊 中国梦 主题 新创作歌曲的 推广活动 能够让我们 在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在浩瀚的歌海当中 聚焦 这样几首 具有正能量的 弘扬时代精神的歌曲 也要谢谢 谢谢你们夫妇二人 联媚演唱这首歌 再次的谢谢大家 让我们一起祝愿吧 祝愿 我中华好家风 代代相传 谢谢 好 谢谢 他用旋律 记录着家乡的味道 他用音符 记载了一路的音乐风 拔了整整厚厚两本 何牧阳 做客艺术人声 诉说自己与音乐 家乡之间的不解情缘 还能够创作 跟那个时代有关系的音乐 敬请关注 他用旋律 记录着家乡的味道 他用音符 记载了一路的音乐风 何牧阳 做客艺术人声 诉说自己与音乐 家乡之间的不解情缘 敬请关注 接下来呢 我要为大家请出的 也是第三批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的 一首作品 《心弦为谁播响》的 优秀的创作者 何牧阳先生 来 掌声有请 好像大家对他都很熟 为什么熟 看过他的节目 看过他的节目 哦 你们主要喜欢许天雅 是吧 那既然是《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的 推广活动 那首先 您还是到这儿来 要认认真真地给大家 推荐一下您的这首作品 好不好 因为我是今天这个 嗓子感冒了 今天刚刚才能开声 所以这个本来就说话不太麻利 尤其在这个朱军老师面前 可能更说不太清楚了 但是这首歌 我建议大家真正好好听一听 这是这个《记住乡愁》 央视百集系列片里面的一个片尾曲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乡愁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乡愁 我也是在找寻 我自己的乡愁的这个感觉中间 去寻找一个大家的乡愁 还有中国人的乡愁 想不想听一下 想听一下 一会再听 我得先围绕这个话题再说一下 这是第三批推荐 那第一批第二批你也有作品 对 对吧 我这因为有个记录 它的第一批当中的有《天要中华》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是 哎呀 说起来 这位优秀的歌手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畅想的 《天要中华》 的领ền ter boung 天要中华 也要中华 也要中华 地要中华 《沥南中开杠》 我身心祈祷 那天又如花 与你万长生生生不息啊 我是多么的幸运 降生在你的怀里 我的血脉流淌着 你的生气和美丽 那认词的情谊 那温暖的回忆 你对我的恩责感动天和地 从来不曾放弃你 因为希望埋在心底 追寻自由的勇气 多少年拥有风起 幸福时没忘记 痛苦中曲折你 我的灵魂紧紧跟着你呼吸 天要中华 天要中华 风雨呀不挂 苦难中开花 真心祈祷 天要中华 愿你平安长生生生不息啊 而且这首歌从春晚唱完之后 在不同的场合 一直都在唱 大型的一些节目当中 活动当中一直都在唱 确实能够唱出我们内心的那种情感 同时还有一首叫中国梦在你我心中 一个70后的音乐人 在这样一个主题创作当中 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入选 你觉得偶然吗 其实我觉得啊 我是之前是一直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梦想 就是在做每一个每一首歌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 我知道这个歌未来它是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它会有一些什么人会去愿意去听它 它的受众在哪里 我都非常清晰 并且这首歌未来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我也是曾经做过设想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歌能够被大家去接受 被一些活动能够去采用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个 你的设想之中 对 这个其实还是用不用心 我明白了 其实你想说你在创作之初就非常用心的去创作 并且呢 你的指向很明确 这个作品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为中国梦主题 那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拼尽心血 来为这个主题认真的去创作一幅作品 所以才有了天耀中华等等 这样的现在应该说很宏大主题的 但是人们听上去又很熟悉朗朗上口的作品 是 是吧 那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第三批入选的这首作品 心弦 为谁播想 来 请坐 好 好 跟死线 蓬蓬步步的岁月 还那么好看 香愁是 老家屋顶上 那里炊烟 月月轻轻的呼唤 还那么温暖 香愁是 故乡门前的 那条小河 过风乱跳的童年 在心中撒花 香愁是 老家书馆上 那只鸟窝 随随念念的梦里 总能浮华春天 记住香愁 只有一轮明月 你就记住了 梦哪来源 记住香愁 只有一声情换 你就活动了 梦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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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在歌里 碎在桥里 月酒也浓烈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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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听吧 哎呀 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歌啊 听上去很轻松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两天我做节目 我认真地听听这个作品啊 我觉得第三批推介歌曲啊 它比起前两批来讲的话 显得更加丰富了 是 从这个歌曲的样式啊 演唱的风格啊 包括曲式上 都都很丰富了 你作为一个直接的参与者 也是有这种感觉吧 是是是 那回到这首歌 嗯 这是那个大兴地鲁片 相愁的一个主题 就是片尾曲了啊 也是入选这一次的 这个推介歌曲 说到相愁 你一下子会想到的是什么 嗯 我会想到故乡的山和水 嗯 会想到这个故乡的茶叶 想到我们的腊肉啊 嗯 甚至小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都会想到 对 沐阳是湖南人啊 对 所以他一下子就说想到腊肉 其实我马上想到你们家乡的臭豆腐 对 非常好 并且相处 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包括或者再往上的那几代人 都是是有真正相处的 因为我们我们真正的接 接触到那种泥土气息啊 就真正的乡 乡野的那种气息 嗯 其实现在越来越城市化了 可能以后 下一辈的这些小孩子 他们的乡愁就是 是城市化的乡愁了 他已经不是像我们当年的那种乡愁了 真正的那种乡愁化 对 就是乡愁 对 所以乡愁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可能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长 你会越来越浓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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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刚开始离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 你有时候可能都不会去想他 甚至你还觉得我要逃离他 嗯 对于家乡 嗯 其实有过这样的过程啊 但等到你慢慢的年龄大的时候啊 才知道你终究要回去 或者知道你的根在那里 你就像那个呃 那个飘着的风风筝 香愁是那根牵着你的线的一部分 说得好啊 香愁是牵着你的线的一部分 你的音乐梦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 呃 我是在初一吧 初一 对对对 初一的孩子应该是多大呀 有12岁 对 12岁 12岁 123岁吧 差不多 12岁左右 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有了这种音乐的梦想 其实我们那一代人是正好经历了那个港台的这个流行歌曲啊 传播到内地的那一代人 啊 我记得当时候就是 呃 我妈 她是在一个石油公司里面上班嘛 嗯 然后 那个公司里面有两个年轻人从县城里面带来了一个一个录音 录音 那种卡式的那种录音机 啊 然后他就在播那个磁带 嗯 放出来歌曲啊 当时我听到怎么天籁之音 我记得有有那个当时其实还是翻就陈林的那个那个那个专辑嘛呢 我在我趴趴趴在那个窗户底下听 哇 这怎么这么好听的歌呢 呃 将将将近出二左右吧 嗯 我当时我记得把第一首我写的第一首曲子啊 其实很不成熟就是自己哼出来的啊 呃 就把路由的那个插头缝 嗯 因为当时有一个电影我不太记得名字就是写路由和那个呃 唐是唐丸还是 嗯 那个那个故事的啊 那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音乐叫天赋啊 灵感啊 嗯 他到底从何而来 其实我的我觉得天赋啊 从小学开始我我在音乐的天赋并不太高呢 啊 你都初一就写作品了你天赋还不高啊 是喜欢啊 是喜欢很重要啊 就觉得哎 可以 我可以随口也可以很旋律 当时自己有感觉呢 包括还有那个呃 自己可以随心 哎 我就想写写诗啊 什么东西啊 那个时候就就 老有一些这样小灵感冒出来一样啊 啊 但实际上我我是音乐当时学的也不好 然后也没有什么呃 多多明显的天赋在里面啊 嗯 那就喜欢 后来写着写着自己觉得有感觉了 就就开始研究了 往这条路走下去了 啊 是源于这种喜欢 对 或者叫热爱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才开始奔着专业去呢 对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我要去做一个音乐人 我要拿他当我的职业 我要用他来养活我 呃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还是梦想 梦想 因为因为呃 我是呃 我的家乡是在湖南一阳安华啊 嗯 现在是盛产黑茶的一个地方 嗯 呃 但是在那个地方你想要做音乐 其实它是个偏僻的三层嘛 想要做音乐非常不容易 因为它没有那样的氛围 对 也没有那样的条件 嗯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你是这确实在做梦 呃 但是 我当时就心里就 呃 很奇怪 就是从小就 哎 我有一个很清晰的梦想 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实现我这个梦想 并且一定能实现 呃 所以我 我自己就 一直在 听很多 很多的音乐啊 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听 呃 当时候就是卡带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卡带 然后扒带 把那个 呃 取扒 对 取扒进来 并且还收一些国外的电台 嗯 把一些他们的好的东西 把它 把它那个录下来以后 然后去扒带 扒了两 呃 整整厚厚两本 割本啊 我的乐理知识 其实也都是 在这个扒的过程当中 一边扒 一边丰富啊 对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通过这样的话 我也把那个 这个很多 包括你看台湾的音乐的脉络 嗯 包括这个欧美的一些音乐脉络 啊 呃 中国的就 其实我一直生 生 生活在这个土壤上面 嗯 所以就很了解这个音乐的脉络嘛 所以都做了一些了解 这样的话 呃 对以后的创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你知道他那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音乐的一个发展规律了 嗯 对 对 就是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 因为热爱而下的这些功夫 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有用 啊 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 一路走来 你觉得 什么时候你是 你是 你是最得意的 这个问题 其实我 我好像还没怎么品过啊 嗯 得意 呃 我觉得有有满 满足感 满足感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 呃 就我个人个性里面 应该还没有什么特别 呃 能够去得意的那种感受啊 嗯 就是会有会有满足的时候啊 满足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作品啊 你比如在 当它流传的时候啊 当当当时候像月亮之上 嗯 满大街在流传 都在唱的时候啊 有些月亮之上 我记得非常清晰的 有一次 呃 我来北京 做一个歌曲的后期 我从深圳飞过来嘛 嗯 然后 这个一下飞机以后 很多人都把手机打开嘛 我一听 哇 怎么十几个铃声 全都是 彩琳都是这个 都是月亮之上 哪里哪 哪里哪 对 把我也吃了一惊 但是我心里就感觉 哎 这个就有一点这个成就感 嗯 然后我觉得 这个歌可能也是 要火 要火 对 对 对 我才要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 在自由的飞翔 昨天遗忘了 风干了忧伤 我要和你重逢 在那苍茫的路上 生命已被决定 潮落潮涨 有你的远方 就是天逃 谁在呼唤 心声一声一声一声 让我的渴望 像白云的飘荡 东边暮芒 西边发扬 夜来拉的情歌 就唱到了天亮 在日月苍荡风 你在谁身旁 有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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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黑夜 悬浪 对 然后还有就像这个 天药中华 比如说这个 凡法 其实70周年 那个活动 包括去年 这个三军 陆海公三军 一起合唱 这个天药中华的时候 我是后面看到了 在网上看到了画面 我觉得 当时心里 特别的满足感 还是挺骄傲的 对 是吧 其实说的这个歌 真的第一次 我还真是第一次 在这个春晚的现场 看到大和唱 要被拿领唱 那再说到您 说回您的创作 就是相信您的这个 创作是非常旺盛的 就是这个 非常有活力 非常旺盛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 比如说遇到瓶颈的时候 自己憋到哪了 很窘迫 完了 这有那个时候吗 创作初期 会有 很多瓶颈 就是你必须一步步的走 你才能够 就你刚刚 其实 你说的那个 其实就是一个 创作的过程 我觉得 要想游人游愿 前面必须有很多积累 你要越过很多关口 我们可以把这个 音乐创作 可以说得很高尚 但也可以把它说成 其实就是一个手工艺活 从某种角度 就像 有些手工艺活 比如像我们 有些工艺大神 他可能 他就一个绝活 那是一层窗户纸 轻易不能点破 但 这个东西 可能在学院里面 都不一定学得到 就是 有可能 那种师傅 他的绝招 就是那一点 把它捅破了 窗户纸 其实很简单 但是可能 有些人用 毕生的精力 都未必能捅破 但这个东西 可能 可能是因为我的努力 我就比较早的时候 掌握了这一点 其实我也用了 将近十来年的时间 十来年时间 对 所以说我们就还回到这个 有的 你是用了十来年时间 你找到了 把它捅破了 有的人可能用个 七八年时间 没有找到 并且捅不破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对 非常多 他就离开了 像我 我在深圳待了十年 深圳其实当时 也很多去搞音乐的朋友 但是大部分都走了 或者是转行了 基本上 没有几个人留下 那您是赞同 这个坚持下去呢 还是赞同 真的不行 咱就干脆转身离开 其实还是要问自己 你究竟想要什么 如果你真想要它 那你就坚持 如果你觉得 其实我 其实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坚定者 我要这个东西 我的目的也不存 那就可以趁早离开 对 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特别对 对 就是如果你要的这个东西 或者说你要这个东西 本身目的就不存 对 那就趁早离开 对 你如果拿它当 想拿它当摇钱术 对 那算了 你离开吧 对 因为你就是进来 你也弄不出好东西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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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问题 给80岁的你说一句话 80岁那个时候 我应该肯定是会是在一个风光比较秀烈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安静的生活着 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希望80岁的我 还能够创作跟那个时代有关系的音乐 好的 谢谢 来吧 梦阳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特别的切中我们的主题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与时代同行 我们每一个无论是音乐人还是作为主持人 还是作为我们社会的不同行业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用自己的实践 或者说都需要用自己的实践来记录我们这个时代 记录我们的生活 记录我们的心路 记录点点滴滴 当它汇聚起来的时候变成了一条大河 这就像我们的梦一样 你我的梦 他的梦 大家的梦 都汇聚起来的时候 就是中国梦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好了 谢谢 大家也要谢谢沐阳啊 真的听他到最后说话都有点哑了 实在是不忍心 带着病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关于音乐 关于人生的故事 再次的谢谢你 谢谢 也要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 辛苦了